我們就是希望郭先生當選 我也年始過了 年輕人也有機會 他想要避免戰爭 最基本他就不會貪污啊對不對 扣點的話 像以前一樣半年歸零比較好 兩年歸零太長了 譬如說你那個駕照要重考啊 你那半年內是誰來養你 希望郭台銘可以重視這件事情 慷慨 樂意幫助別人 我知不知道 他的理念不錯啊 我也年始過了 他那個人就沒辦法 胡志弘啦 對疫苗上賣的地方 對我們老百姓很厲害啊 對我們台灣有幫助 我支持他 我們就是希望郭先生如果當選的話 應該把這個扣點取消了 一年扣12點的話 你就沒辦法生存了 你就沒辦法開車了 台北市太多紅線 你沒有辦法去坐 家門口是紅線 我沒辦法下課要跑到黃線 下完課就要客人走回來 那是不可能的啦 正應的推行要有可行性 郭台銘加油 台灣有錢人很多啊 可是這麼積極在捐獻啊 很少啦 郭董加油 要堅持到底 讓所有人都有就業的機會 年輕人也有機會 已經是首富啊 還這樣想出來要改變台灣人的生活 值得敬佩 他是一心為了台灣好 他想要避免戰爭 希望他能夠帶領我們台灣 然後走向一個和平的世界 台灣人家換人做做看啊 最基本他就不會貪污啊對不對 舉雙手雙腳贊成 郭董加油 郭台銘加油 郭董加油 郭董 coses 郭董加油 郭董加油 郭董加油